这个世界大同是文化的融合 中国的汉唐大家都知道很强大 因为汉武帝独尊如数 读证儒家文化 兴盛的时间比较长 特别是东汉的开国皇帝是刘秀了 刘秀也是个读书人 他也是特别喜欢文化的 他也是个天选之子 是一位开了挂的皇帝 刘秀的儿子汉明帝就把佛法请到中国来了 佛法是从汉明帝开始到中国来 有一天晚上他梦到一个金光闪闪的 西方他不知道是什么人 第二天上朝他就问他的臣子 他的臣子中有高人有菩萨 他指点他在西方的圣者 后来他就派人到西方去请修行人过来 通过丝绸之路那个方向 请经典请生出家人 那个时候出家人也过来了 他们好像有神通之道 他们自己都过来 路上碰到了 我们这边去请他那边人就过来 在中国就开始建立寺庙 从东汉开始 就开始佛教也进来了 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都在中国 就是汉朝 你看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汉族人 大汉民族 这个是最强盛的时候 汉朝是中国很强大的 还有唐朝 唐朝也是一样 是佛教鼎盛的时期 汉唐 中国人都知道 我们在外面说是唐人 唐人街 都知道是唐人 汉朝在人类历史上 这一代人类历史上 就是中国是最强大的时候 也是中国最骄傲的时代 那个时候也是儒家文化 佛教文化最鼎盛的时候 后来慢慢的就一点点没落了 宋朝的时候虽然没落了一点 但是比起西方人来说 还是强大得多 寿司的骆驼比马大 所以说虽然宋朝佛法 虽然已经衰弱 如是道的文化 都开始有所衰减 但还是非常强大的 到了明朝 有所恢复 但是也是没法跟宋朝比的 到了明朝末年 也是非常糟糕了 也是信仰特别少 明朝灭亡了以后 有满族人 满族人为什么得天下呢 满族人也是前民都信佛教的 这个满族也是天选的 佛教是清朝的国教 这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过来 唐朝佛教还不是国教 清朝的时候佛教是国教 那么佛法还是很兴盛的 如果满族人没有信仰 就不可能得天下 你看李自成就不行 李自成得了天下 也要拱手让给别人 为什么 那是炒扣啊 没有信仰 没有思想 因为他没有立国之本 然而这个满族人呢 他们就是一小撮人 跟我们汉人比呢 他们那一点点能够把这个江山作文 靠的是什么呀 这研究历史的人可以去研究一下 靠的就是这个文化 他用中国的儒家文化 佛家文化来治理中国 他治国的时候是用儒家文化治的 但是他们的前民信佛 佛教是国教 这样来治理中国 立足了江山 不管怎么样嘛 也兴盛了一段时间 150年嘛 研究历史的人都说 康乾圣世 胜过唐朝 当然了 这个是说是历史学家 有这么个说法了 那是不是胜过唐朝 我们不管了 但是中国在乾隆皇帝的时候 还是非常的强大的 西方人到中国来 还是仰望中国的 觉得中国就像天堂一样 但地度是精致 是西方人那个时候 觉得中国很强大 因为西方人那时候很落后的 还是 到乾隆皇帝的时候 还是很落后的 他们的科技 各方面的文明 都比我们差很多 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 那有什么东西 就是挖挖金矿 什么啥也不是 到处是落后的农村 到道光皇帝以后 慢慢 中国就开始 一点一点又衰败了 道光皇帝这个智慧 各方面能力都不行了 用能也不行了 国家开始衰败 一代不如一代 历史都在重演 轮回 我们古人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这个时代 历史朝代的更替 这个问题 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但是相信 二十一世纪会不一样 世界会走向大同 经济的大同 最后是文化的融合 信仰的大同 文化的融合 是不容易的 但是所有的文化 核心的思想 其实也是一样的 信仰是同源的 我们也研究过圣经 无论是基督教也好 天主教也好 印度教也好 道教 儒教 佛教 其实都是同源的 因为现在是信息时代 容易发现他们的同源性 这是世界的方向 过去因为交通不方便 大家都互相不来往 都觉得自己是最好的 基督教觉得 只有上帝 好像不了解其他的文明 印度教也觉得只有他们的迫切反 因为过去的人的交通不便利 没有互相来往 不了解其他的文明 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很容易了解基督教 基督教也了解佛教也比较容易 所以说比较容易发现 这个同源性 这个是世界 这个方向 这个时代已经到了 从来没有过这么 信息 这么快的时代 地球村 在二十年前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 就听他们说 地球村 就是很小了 世界走向大同 当然了 首先还是信仰的大同 文化的融合了 文化不笼通的话 战争是停不下来的 只有文化融通了以后 那么人和人之间 民族和民族之间的 这个善缘 就会慢慢地加深 大家在一起 通婚 通过留学 这样互相的交流 就慢慢结上善缘 就像我们到西方去 就要跟西方人交朋友 西方人到中国来 觉得中国挺好 有很多到中国来的 西方人就喜欢中国 就这样慢慢地 善缘 就会逐渐加深 即使遇到了困难 遇到了冲突 遇到了矛盾 也会用文化来解决 不会用武力来解决 感谢观看 节目 请不吝点赞 吴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